各位同修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谈百孝篇第十八章 孝顺不分你共难 世亲当以敬礼欢心为本 不可有见态 愁苦 厌对之态 世后父母亲的时候应该要有尊敬 就像我谈到了 在这种脸色要温和 就色之温 这个帽给人家看起来 帽之功 这是应该以真正有理的态度 让父母亲感到欢心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本 你如果没办法达到父母亲的欢心 学生你的体动有做出来了 有孝顺出来了 但是和一般在养动物又有什么差别 有时候人养自己的宠物 有时候比孝顺父母还做得还好 因为它是一种爱所展现出来的 养动物人大部分都是一种爱 因为他喜欢他 爱他 照顾他 就这样 所以有时候在我们很忙的工作很忙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表现出那种身体很劳累 很疲倦 或是脸色忧愁 苦恼 以及心中埋怨不满 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 我就堂堂堂说 父母亲就像我们这个年纪的 在上纪的父母亲都已经八九十岁 七八十岁以上 他们在这种年纪 当他看到你有这些动作的时候 他又没办法帮忙你 他知道的时候 他只是会增加了他的烦恼 增加了他的不安 增加了他的悲痛而已 一处都没办法帮忙 如果说你是小小的年纪 你的父母亲还非常的连壮 这个时候你可以告诉他 他可以帮忙你解决问题 如果是父母亲已经连长了 希望报喜不报忧 你所展现出来都是好的一面 给他信心 给他喜悦 也认为说你也相当有成就 相当有成就 展现的 孙女主女应该又做了这种事情 所以虽然说没有什么 但是在工商社会 我们为了环境的问题 很多人每天打拼 为了三餐 常常就迷失掉了 甚至没办法展现 是好的那一面 出来给父母亲看 我们就来谈谈一段 大校讲的楷模 入时间 当然谈到校 我们就去找了一些资料 一些故事来讲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个入时间 孙女人的媳妇 来照顾了她的婆婆 可以说无微不住 两个人就像亲生的父女一样 母女一样 给人家感觉到 人家以为是她婆婆的女儿 其实她们是婆媳 所以她的记载是这样 她说日时间 照顾中风的婆婆 都要洗身 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七八年来 她都不喊泪 她认为照顾婆婆 是她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情 她在二十三岁 嫁到这个家庭 身为人洗的时候 她本身也生了三个小孩子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天她的婆婆就中风了 肾脏也坏掉 还要洗肾 所以她已经半身不随 半身不随 几乎一个礼拜 要几天 运送她的婆婆到洗顺中心去 这个过程算了是很辛苦 所以连她的先生 和她的姑姑 都一直说 叫她 我们请个外傭来帮忙 她认为 照顾婆婆是她的责任 也是她做一种福气 因为她的内心感觉到 看到电视里面所转播的 那种看入那种外傭气 欺负病患 那种镜头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 但人就是很怕 说不定那个危机 是发生在我们身上 又一心不忍 所以她就很怕 所以她宁愿 每个礼拜固定三次 一次就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 这种过程 她都很安然地 每个礼拜这样来做 她这个挤动 已经给洗顺中心的护理人员 可以说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哪里有这么好的 这种媳妇 说实在的 所以多年来 日子仙就是这样的 照顾了她的婆婆 洗顺中心的所有衣物润人员都看的 感觉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体贴 这么润润的照顾 值得人家的这种称赞 还换尿布 洗澡 做护肩的工作 什么都自己来 什么都自己来 就是这样 这些义务人员 看到陆时尖的这种孝心 才偷偷地将她的名字 把她抱上去 大笑讲里面 后来就被写上了 倒下大笑楷模 陆时尖 因为陆时尖 她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 她经常会把这个爱 挂在她的口边 会常常结婚的时候 就问她老公 你爱不爱我啊 问她的孩子 你爱不爱妈妈啊 甚至问她的婆婆说 婆婆你爱不爱我啊 那个婆婆本来是 比较保守的人 有回答不太出来 久而久之后 她就每天就这样问 这样问 问到这位 你那么保守的婆婆 也会说 我爱我爱我爱 因为老一辈的人 真的是可以说 爱在心里口然开 讲不出来 但是不表示这个人没有爱 但最起码 在陆时尖的这种理念中 人就是有这个爱字 其意你说 什么就是辛苦不辛苦 一个人如果心中有爱 你就像一台发电机一样 你一直要将你的爱 散发给别人 你一点都不会感觉辛苦 就像在诸位里面 在这个地方 听了这些演讲 你们本身为什么要听这种课呢 就是你们有爱心啊 你们要当助攻嘛 你们就像一台发电机一样 一直在散播你们的爱 散播了你们的能量 我从你们的外表来看 一点都没办法去看出 你们有剑容 有厌对 都是充满着喜业 就像八八水灾 我看很多的助攻同修 说实在的 那个当下我在现场的时候 我也是很 怎么说你知道 太阳又大 那个水又有点味道 我们这个平常只坐在冷气房的人 到那个地方去 有点 有点落差 说实在有点落差 但是 因为我们内心的这种 慈悲的心 内心的这种爱心 租成了我们 要去做这件事情 一两天过后 就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 就很自然 就很自然 我看这么多的同修 一千几千人 就一直在那行软 这样行软 有的去好几次 行软好几次 这些在在就可以 可以体悟到 主要是一个人的心中有爱 心中有诚心 心中有孝心 你展现出来 都是很大的一个能量 很大的能量 所以相对就是一种观念问题 只有你是有这样的 做起这种事情来 一点都不会感觉辛苦 感觉无奈都不会的 所以当下 只有你散播了你的爱 散播你的孝心 散播了你的诚心 这些都能感动 甚至能感动到别人 甚至能感动到你自己 为什么 因为你有很大的能量 很大的能量 所以为什么一个 会盈利事业组织 一个NPO的团体 它能散播到全世界 这些事情都能受到人家 都能受到人家的困定 所以路逐间的 这个观念 这个心态 把爱散播出去 这个观念 我就想到八八水灾的时候 想到九二一地震的时候 想到一些急救难的时候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会去做这些事情